纽约邮报 随着COVID-19的激增 加利福尼亚州的整个地区都没有ICU病床 作者沙拉多恩 2020年12月12日晚上9点33分更新 加利福尼亚州的12个县地区超出了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 第二次COVID-19浪潮席卷了该州农村的中央山谷 最近几周 圣华金县Sandworking County是农业中心 美国大部分的水果和蔬菜都在这里种植 根据该州公共卫生部的数据 该县所有7家医院的ICU容量在星期六达到100% 在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地方最高 预计将有一个由17名护士组成的团队 星期一抵达一家当地医院 该医院已经建立了第二个ICU区域 计划从圣华金县其他6家一处医院接收冠状病毒患者 许多病人是拉丁裔农场工人 位于旧金山以东约100英里的洛迪市的 Adventus Health Lodi纪念医院的一名医生说 在春季第一次COVID浪潮中 有75%的患者是拉丁裔 医院调查了这种趋势 并发现由于缺乏对医院工作人员和政府的信任 社区中没有收到很多COVID警告 例如在旧金山 我们遵循的指导文化和僵化程度不一样 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地进行教育 以便得到一些缓解 他特里下爱丽丝博士说 也可以看看 洛迪 Lodi说英语的当地人与该州的自由政府领导人之间 也存在意识形态鸿沟 民主党周长家文纽瑟姆Gavin Newsom 上周实施了21天的全天候在家下单服务 这引起了圣华金公司的强烈抗议 Lodi商会会场兼首席执行官Pat Patrick 签署了一封信 敦促Nusom保持业务开放 帕特里克说 其中有些事情没有押韵或理由 当然也没有数据 尽管有授权 但至少有一家餐厅Denice Country Kitchen保持营业 编译报道 核导电视HOTB